用户按了一下产品一面上的图片 我希望可以显示一个图片的预览窗口 这样的用户可以更好地去浏览这些图片 先打开产品的详情页 找到想要可以预览的这个图像组件 在它上面我们可以给它绑定一个Tab实践 BindTab 然后使用一下Preview这个方法来处理一下 按一下这个图片打开一个预览窗口 可以预览一组特定的图片 我们需要得到这组特定的图片 在这个Images上面 我们可以加上一个Data Slides 这个自定义的属性 去设置一下这组环动片是谁 这个是Exterior Design 然后按一下图片 我们可以去显示当前被按的那个图片 这里我们再去添加一个Data Index 这个Data Slides还有这个Data Index 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些属性 在世界上的处理方法里面 我们可以去得到这些属性的值 这个Data Index的值 给它绑定一个Index 就是循环的时候那个项目的索引值 我们需要用到这个值来判断按一下那个图片 要显示的那个图片到底是哪一个 再把这些属性我们可以添加到下面的这个环动片的图像组件的上面 然后去修改一下这个Data Slides的值 这个是Interior Design 再打开页面的逻辑文件 在里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视线处理方法 就是这个Preview 一个Invent的参数表示视线 在它里面我们可以先得到点的那个图像元素上面的slides 还有Index这两个字定义属性的值 Const SlidesName等于InventTarget Data Set下面的slides Const Index等于InventTarget Data Set下面的Index 下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SlidesName的值 去得到对应的那个slides数据 Const SlidesNasteData的Entity下面的Meta 访问它下面的对应的这个属性 我们可以从这组环动片里面去把所有的图像的地址提取出来 先去添加一组空白的数据 Const Images等于一个数组 再用Map去处理一下slides里面的数据 每个项目都叫做Item 然后用一下Images的Push 去把这个Item里面的Image Push到Images里面 现在我们就有了一组要显示的图像的地址 下面我们可以再用一下 WXPreviewImage这个接口 给它一个对象参数 URLs设置一下要显示的那组图像 这里就是Images 然后再添加一个Current 去设置一下当前要显示的那个图片 Images 用一下上面得到的这个索引值 这样就可以定位到要当前显示的那个图片 晚上以后我们再到浏览器上面去预览一下 按一下幻灵片上面的图像 会打开一个图像的预览窗口 再试一下内饰上面的这个图片 同样会显示一个图像的预览窗口 现在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详情一面就做好了 我们可以回到视图 去掉这块注视 然后我们再去预览一下 收到的这块注视 终成的详情一面都会放在这里 就是再平均 对这块注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